了解大英帝国的过去 编织棒个世界的未来 欢迎收听老谢的英国历史 Hello everyone, you are listening to Just What Pokers, the history of Brayton Hi,各位同学,大家好啊,我是老谢 欢迎继续收听喜马拉雅自制音频节目 老谢的英国历史 这一期呢,其实是一个特辑 并不属于第十二集的正史内容 等一下呢,我会和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搞这个特辑 那这几天呢,有一位同学加了我微信 同学的网名叫穆锦 目前是在大学读这个古典文学 古典文学呀,各位同学你们看看 你看人家这个专业多么深刻内涵高大上 那这位同学马上就去欧洲进修了 那在这里呢,谢老师也是祝福穆锦同学 在欧洲的学习生活能够一切顺利 我为什么要提穆锦同学呢 是因为穆锦同学加了我的微信 义正言辞的指证了谢老师 在前期节目当中的两个小错误 在这里呢,我要感谢穆锦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同学存在 我才觉得自己有价值 那穆锦同学提的第一个小错误是 第十集,威廉一世 死于是1087年,而不是1807年 第二个小错误呢,是第十一集 就是斯蒂芬和这个亨利二世的关系 斯蒂芬是亨利二世的表舅,并不是表叔 没想到这位同学听得这么仔细 我服 在此呢,谢老师诚挚地向斯蒂芬表舅表示道歉 也再次感谢穆锦同学的纠正 那么好,我再和大家说说 为什么要做这期特级节目 这一期呢,主要是想和大家说说 英国贵族这个群体 为啥呢?有两点原因啊 第一点原因,我要颠覆一下 关于骑士这个在中设计最小的贵族 在广大女性同学心目中那种 风度翩翩,高肤帅,暖男的形象 我要给你颠覆掉 因为上集不是说到这个骑士了吗? 然后我就有位女性朋友 就果物其然地问我 诶,老谢,骑士是不是那种特别帅 特别威武,然后金发碧眼的帅哥啊? 然后骑士精神是不是对女人特别好 特别满,然后又特别柔情的那种啊? 然后现在英国有没有骑士了? 在哪能遇见? 如果嫁给了骑士 是不是就可以成为贵妇了? 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无奈 我就在想,苍天啊,大地啊 为什么英明神武的谢老师 会有这种挖吃二货的朋友? 当时我就想给他打电话来着 就想告诉他,哎,你醒醒 大白天呢,别睡了啊 但后来我没打 因为我怕打过去 他在因为这个骑士问题 跟我磨叽一小时 所以我就淡淡地回了他一句 我说妹妹啊,节目里找答案吧 所以呢,这期特辑里 我就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 骑士和骑士精神 完全和你们想象的是不一样的 那做这个特辑节目的第二点原因呢 主要是因为这不马上就讲到金雀花王朝了吗 那从这个王朝开始呢 英国的贵族和其他欧洲的这些贵族 就变得很不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的英国贵族啊 不仅是王权的追随者 服从者,合作者,维护者 同时呢 英国的贵族又可以对抗王权 挑战王权,监督王权,制约王权 可以这么说啊 如果没有英国贵族这么特立独行 也不会有大宪长权力法案 和后来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就更不会有再后来的英国崛起称霸世界了 那英国贵族这些臭毛病呢 其实正是在金雀花王朝 也就是安如王朝才培养出来 所以在讲这个金雀花王朝之前呢 我得先做一些背景的铺垫 这样呢 方便各位同学在后续的节目里能够听得明白 逻辑能对着上 那基于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原因呢 我就做了这一期的特级节目 希望大家也能喜欢吧 好了 今天我先说一说上集提到过的那个骑士 说之前呢 我先抛出来两个问题 知道为啥西方人在性的方面会比较开放吗 知道为啥同性恋在西方比较多吗 知道同性恋是怎么来的吗 我们受文学作品的影响啊 骑士这两个字一直都是很高大上的 但今天谢老师想告诉各位同学 特别是那种小说和电影看多了的年轻女同学啊 骑士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美好 等下你听完可能就会颠覆你对骑士的三观了 我开始讲了啊 听好 现在的英国也有骑士 不过现在的这种骑士啊 已经不属于贵族了 因为现在英国的骑士只是一个封号 更是一种荣誉 比如说某某骑士团 骑士里面都是军人 这些军人在退伍之后呢 就是普通老百姓 就是平民 他们获得的只是一个骑士勋长 不像在这个中世纪 领主还会给这些骑士册封点土地 所以在中世纪的骑士是可以算作贵族的一种的 因为它有土地嘛 那中世纪的骑士呢 是欧洲贵族的最低级的一种 与此同时呢 骑士在广义上来说也特指贵族 也可以称这个伯爵啊 男爵啊 这些高级贵族为骑士 因为获得爵位 必须得先获得骑士封号 但是在这个诺曼王朝之前呢 也就是昂格鲁萨克逊人统治英国时期呢 并没有很严格的骑士制度 那个时候的贵族呢 也包括骑士都被称为叫塞恩 英文叫做Than 后来诺曼征服以后呢 才把欧洲大陆的那个骑士制度 引进到英国 那根据欧洲的传统呢 贵族家的这个长子 是可以优先具备成为这个骑士的资格的 也就是上级说到 就七八岁的小男孩就开始接受教育嘛 然后到21岁的时候就受封骑士了 但是贵族不是只生一个呀 他可能会生好几个男孩对吧 那这些次子呢 也需要接受那些贵族礼仪和军事培养 但这些次子呢 就不能先获得骑士 他们先获得的是见习骑士 必须得等到他们立下战功或获得这个封地的时候 才能获得这个骑士封号 但不管怎么着吧 这些小男孩从小呢 就不读书 很多呢都不识字 上级说了啊 他们学的就是怎么伺候女人 然后怎么打仗 那所以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呢 他们这个文化程度就比较低了 各位同学听到这一定要抓重点啊 重点不是他学会了怎么伺候女人和怎么打仗 重点是他的文化程度低 那我再说一说 这个骑士精神都包括什么 首先是绝对忠于君主和领主 领主呢 就是册封他土地的一些高级贵族 也就是那些有爵位的贵族 然后呢 就是保护教会 穷人 弱者和妇女 然后维护地方和平 打击异教徒 就是不信基督的啊 带兄弟为手足 对待俘虏骑士呢 也要礼仪得体 为人出事呢 要勇敢无畏 宽宏大量 高峰亮节 坚韧卓绝 在需要的时刻 勇于捐躯 那这就是所谓的骑士精神 也就是贵族精神 骑士美德呢 骑士也就是贵族美德 说到这里 大家都觉得这个骑士和贵族好吧 就挺高大上的吧 哎 但是童话都是骗人的 在实际现实生活中呢 骑士真正表现出来的 根本不是那回事 相反呢 骑士更多表现的是 凶狠好斗 欺负老百姓 自私狡诈 贪生怕死 忘恩负义 早上呢 一本正经的在那祷告 中午呢 就开始酗酒闹事 下午呢 就向那个老百姓收保护费 晚上呢 就调戏妇女 就说那个十字军东整吧 就历史上记载啊 欧洲这些骑士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一道上啊 那真是嗨翻舔了 奸言妇女 烧杀掠夺的 就每到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说惨绝人寒呢 这些欧洲骑士就把人性最残暴的那一边就展现的淋漓尽致 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 因为骑士们从小被教育的核心观念就是勇敢杀敌建功利益 和善不善良的完全没有半毛钱关系 那骑士精神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众多女同学所关注的了 就是骑士风度 英雄爱美人嘛 我们理性分析一下中世纪的骑士是啥 刚才我说了 骑士的文化程度很低 说白了就是一介五夫 你们想一想 很多骑士大字都不识 在这种情况下 你觉得他认知程度能有多少 没有文化的骑士又懂什么真爱 所以那个时候的骑士啊 头脑都非常简单 看到美女呢 雄性荷尔蒙激素就开始分泌了 平常呢 欺负弱小 但一遇到这个美女艳妇的就表现得很浪漫柔情 变得这个礼貌周到 弄得自己很高雅 就表现出了上流社会那一套 所以在当时呢 就有很多贫民家里边 这个小姑娘就被骑士给玩了 肚子就被搞大了 最后呢 什么结果都没有 那个时候的避孕措施不发达嘛 所以当时的欧洲社会 私生子就特别赌 所以各位同学在以前的节目就听说过 谁谁谁是谁是谁的私生子 就包括威廉一世 他爸当公爵的时候 不就是和一个农妇有了威廉呢 那说到这呢 有同学会说了 谢老师是不是有点偏激啊 也不都是全媒结果吧 总得有一些结婚了的吧 在一起幸福的过上了美好生活的 我告诉你啊 这位同学 结婚的骑士在外边更放纵 而且是毫无忌惮的那种 我指的是和这些贫民结完婚的骑士啊 那他们觉得在外边耍闹 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在外面风流快活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根神蒂固的思想 因为骑士们认为自己的条件好嘛 而且打仗都是他们去嘛 不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些贫民老百姓嘛 死也死在你们老百姓前面嘛 所以就有这种优越感 那到了和平时期的时候呢 他们认为在外边玩玩理所当然的 所以见一丝钱和对婚姻的厌倦 那个时候是屡见不鲜的 这还不止啊 还有更过分的 你们猜怎么着 就是骑士们在一起啊 就玩玩就觉得没意思 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嘛 就相对比较无知 再加上本来骑士就没有什么文化 然后这些骑士们呢 就开始鸡肩那些贫民的男孩 说白了就是女人玩腻了 就开始玩男人 然后有的人就上瘾了 就把他或被鸡肩的那位男性的这种 同性恋爱基因就给激发出来 说到这我插一句啊 我不歧视同性恋 我支持同性恋 婚姻合法 但我不是同性恋 我兴趣向单一并为一 那我讲完这些 你们这些梦想穿越 回到中世纪要见金发碧眼的 骑士帅哥的女同学们 还想嫁给骑士吗 我没逗你们啊 真实的骑士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们想象的那个骑士 是因为骑士精神 渲染了这些文学作品 但真正的骑士 很少有人具备那样的骑士精神 也就是说骑士虽然是骑士 但并不具备骑士精神的那种高尚品德 那我们把话再说回来 那后来有的骑士就继承了副业 或者建立了军工 就封决了嘛 那可能就进入地区 或者整个国家的那个政治中心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国家的领导班子 都是这种风气的 那当这种风气变成了一种传统 甚至文化的时候 你说这个国家能不开放吗 所以说 这就是为啥 相对来说呢 西方人在性的这个方面 就比我们开放多了 当然有的同学就会说了 现在我们国家的思想也比较开放啊 谢老师只能说啊 在某些方面 我们的这种开放是一种表面的 中国人的内心呢 还是蕴藏着这个儒家思想那一套的 对吧 但西方人的开放 那是从中世纪就传下来 那这种区别和不同的 我在节目里就不多探讨了 以后有机会呢 或者说我有心情的时候 我会写出来 然后发微博上 阐述一下西方的开放和中国的开放 到底有啥不同 那听到这里呢 各位就应该明白 歧视精神只是一种 带有宗教色彩的这种幻想 只是欧洲上流社会来标榜自己的一种方式 很少有人能真正的做到歧视精神 所以夏老师在这里奉劝一些年轻的女同学啊 电视剧啊 小说的少看一点 歧视精神只是一种理想和童话故事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简单理解就好了 歧视就是会骑马会打仗的兵而已 并不是什么高富帅的暖男 而且啊 可以毫不客气的说哈 歧视就是渣男的十足 好了 说完歧视呢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时期的贵族 中世纪的贵族啊 一定是和土地相关的 因为那个时候的财富和权势等级 主要是因为你有多少土地来决定的 另外呢 贵族是一个很复杂的词 因为涵盖了太多的英文单词了 在中文里呢 贵族就这么俩字贵族 就一概而论了 但是在英文里呢 有不同的词来区分贵族的等级 千文说了 英国的贵族在昂格鲁萨克逊时期被称为塞恩 这个词原来是什么意思 是伴侣 是朋友的意思 因为最初啊 昂格鲁萨克逊不就从蛮族过渡过来的吗 一些人就和首领一起战斗 更像朋友 更像伙伴 各位同学还记得吗 前几个人有说过 在英国气乱的时候 大大小小有三十多个政权 在英国割据 后来才变成七个国家 那这些被吞并的这个小国的国王 后来就变成了塞恩 也就是昂格鲁萨克逊时的贵族 那塞恩有大也有小 塞恩也有自己的塞恩 当时呢 昂格鲁萨克逊的塞恩 只服从于上级塞恩 就不服从上级的上级 再后来呢 昂格鲁萨克逊统治的末期 然后就引进出了一种称呼 叫Eldom 也就是伯爵的意思了 我插一句啊 这个时候没有公爵 在英国没有公爵 英国的公爵是在爱德华三世 也就是1337年之后 才有公爵这么一个爵位的 公爵是大于伯爵的 公爵是怎么回事呢 公爵是起源于德国 在这公元十世纪左右 基本上都是王室宗亲 就是可以控制一大片领地的 有自己的公国 公国呢称臣于国王 但军事和这个形状上 自己说了算 就相当于一个君主 那这样的君主就叫做公爵 但有的公爵就比较例外了 比如说这个诺曼底公爵 最高领导人不就是这个威廉公爵吗 他的主上罗勒 不就是这个丹麦海盗吗 被法王刺的封地吗 当上的公爵 当然我们把话再说回来 在安格鲁萨克逊时期呢 贵族的权力其实很大 但主要体现是在内政上 因为这个时期的英国统治制度 我们前几集说过 叫贵族民主制 也就是那个经常提到的 贤人会议所起到的作用 这个贤人会议的权力 大到可以在某一个国王 没有后人的时候 可以推选国王 或者某一个国王 犯了重大错误的时候 可以废除国王 但这个制度之下呢 就总会造就出来 像那个邓斯坦那种 权倾朝野的大臣 不过这个制度下的英国呢 在军事上 贵族是无条件服从国王的 就国王指哪 贵族就跟着打哪 所以严格来说 多数情况下 这个时期的贵族 还是比较支持国王的 因为他们的地产 是由国王赐讽的嘛 所以维护王权的稳定 也就是维护自己和国家的稳定 但是在昂格鲁 萨克逊时期呢 贵族的等级概念比较模糊 后期才出现了伯爵这一称号 在这个时期 贵族统一的词就叫塞恩 等级差别都不太明显 说白了就好像在一个公司 除了总经理之外 剩下全是经理的这种感觉 那后来威廉来了以后呢 就把欧洲比较明确的 贵族等级制度 和比较完善那套 封建分讽制度 就带到了英国 然后威廉就在原有 这个贵族制度上 结合欧洲大陆那一套 进行了调整 就把昂格鲁萨克逊 那个塞恩一套机制 给取缔掉了 就用这个 骑士贵族底层领友制 骑士贵族底层领友制 对没错 然后呢 所有贵族包括骑士呢 都是威廉的直属封城 这个意思 我在前几集也简单的提过 也就是说 你是伯爵吧 我给一块地产 然后这块地产呢 分配其实是由你代表我 给下面分的 而不是代表你自己分的 那在原来这个昂格鲁萨克逊的时代呢 我给了你地产 那这块地产呢 你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 你分封地产的时候 是代表你自己 不是代表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完全是两个意思 威廉的制度呢 就引出了一个结果 所有的贵族都要按自己的土地面积大小来交税 或者是提供对应的武器和军事力量 这个就是我附库的附库 还是我的附库啊 这就和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是一样一样的 值得提的一点呢 在这个时候 欧洲大陆的贵族分封制度就比较落后了 就没有形成 就是威廉搞的这套金字塔贵族结构 但是这一套金字塔结构啊 没有持续多久 实际上它是一种过渡 在威廉死后的几十年里呢 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而且这种改变对整个英国是有积极意义的 对日后英国崛起是有重要影响 为啥呢 因为刚才说的那种金字塔结构并不是单向的 不是说国王和这贵族是单向的主从关系 而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依存的一种契约关系上 就比如说威廉会让一些高级的贵族 当大臣 让这些贵族参与到政治活动当中来管理国家 国王呢 也会在这个贵族在打仗的时候 如果这个贵族被俘虏了 也会拿钱去赎回这个贵族 这一些举例呢 就是金字塔之间的那种契约关系 但这种契约关系啊 在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统治的时候还好 因为这个时候的土地所有权还是国王的 当某些贵族呢 没有达到这种契约条件的时候呢 国王想收回土地就收回 也可以随时剥夺某一个贵族的所有权利 但是后来就上级说到那个亨利一世和斯蒂芬嘛 他俩上台以后就篡位了嘛 他俩上台以后不是为了拉拢贵族嘛 就放了一些新的条件 也册封了一些新的贵族伯爵这类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王权和贵族之间之前的这种契约关系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了 就体现在哪呢 就体现在这个土地慢慢的就变成了名义上是国王的 但实则是贵族的 土地就变成了贵族的私有财产 国王就很难再收回来了 再后来就到安如王朝了 那王权和贵族这个关系就变得更加敏感了 国王和贵族的矛盾就越来越多 这主要是这个王朝这些国王啊都比较左 有的国王呢打仗的时候就被俘虏了 那这些贵族呢还得去交钱把国王赎回来 或者说有的国王统治就比较暴政 就搞得国家乱七八糟 因为这些国王捅出来这些娄子嘛 所以这些贵族就联合起来 从保障自审的利益出发 就真正的把这些土地变成自己的了 然后贵族呢就和这个国王的这种矛盾就不断的升级 最后就演变出来一个由贵族群体和国王 可以协商统治国家的一种方式 甚至可以说是由贵族群体 作为主导统治国家的一种方式 那这种统治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我再举个例子啊 假如国王说要打仗要侵略别的国家 那贵族们就商量觉得行有利可图就打 没有利就不打 说死都不打 再比如说国王要加税 贵族开会觉得行就收这个税 不行就不收这个税 所以这种统治方式就和之前诺曼王朝统治的方式 就完全不一样的嘛 那个时候国王说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这个时候就是不光是你国王所来算 而且还要去参考这些贵族群体的意见 那我说到这儿 同学们就明白了 当有这个群体意见来介入的时候 就形成了规定 也就是法治 所以世界上最早的宪法就在这个安儒王朝 也就是金雀花王朝 就在英国就形成了 那宪法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调整嘛 当有新的法律法规出台的时候 就会产生反对派对吧 这就导致并发明了议会的建立 那这个议会和前面说的那个 安格鲁萨克逊人的闲人会议就不太一样了 议会是众多人的活动 会议就那么一小撮人 那最初参加这个会议就是全国各地的高级归族 那后来由于一些怨言的老百姓又不干了 所以那个贵族呢 又让这些老百姓可以参加到议会当中 但是阶级不一样嘛 贵族就不愿意和这些下等阶级的人在一起开会 主要是他们觉得老百姓不太懂礼仪 觉得很丢脸 所以就搞出来一个英国两院制度 就是上一院和下一院 上一院呢 就是贵族的议会 那下一院呢 就是平民的议会 针对一些议程呢 两院就各自开自己的 然后呢 两个院派代表 在一撮上 再由这个下一院复议通过 就禀报这个国王 这个决议是否可行 是否可以通过了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本期特级节目就讲到这里 这集主要介绍了一下英国贵族的起源 然后讲了一下在诺曼王朝以及安儒王朝的一个发展 说这些呢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铺垫 因为接下来的节目马上就有讲到安儒王朝了 也就是金雀花王朝 这个王朝在英国历史上很关键 因为贵族们在这个王朝里起到很至关重要的作用 好 节目的最后呢 还是要说一下我的微博地址 上火的谢哥 请同学们继续关注我的节目 那么我们下期安儒王朝再见啦 拜拜 同学们 哦 对了 老谢的英国历史提供广告植入服务 我们会把品牌植入到每期节目当中 有需要的请联系QQ 或微信 55019253 5501925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